经济 数据 人物全纪录 财经部落格 不过接下来要带您正式的高雄美农农会 它可是以服务的态度彻底颠覆一般人不想从事农作的观念 我们特别邀请美农农会的总干事钟清辉来谈谈 他如何一步一脚印协助农民累积财富 非常欢迎钟总干事您好 谢谢丽姐还有两岸的ING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提到农业其实不光只是在台湾 就算是在中国大陆 务农也是很多人都不太想从事的 所以三农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很严峻的挑战 在台湾当然我们也有不少的问题 但是在美农农会去做的让一般民众感到好奇 我们首先就想要看看在高雄美农这边 大概主要种植哪些作物 好其实我们美农种植的作物来讲的话 我们在美农的一起做大部分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 过二起做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的蔬菜水果的部分就会比较多 其实我们一整年都有的部分来讲的话 大概属于果树作物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 木瓜 柠檬 这三种作物是主要我们的长期性 一整年都有的果树作物 不过比较短期的作物就像我们的沉蜜香番茄 白玉若萝卜或一些短期的比如说大瓜小瓜 长豆短豆 这些属于比较短期的季节性的蔬菜 这个作物 完全没有修耕的 所以而且看起来是经济作物像沉蜜香番茄 最近就是大翻身 非常的抢手 所以土地肥沃 对 美容的话非常土地肥沃 而且是关外水源的话都不缺 不缺啊 所以最近在台湾大部分地区都闹水荒 在美容这边还好就对了 对 所以不至于会有所谓补贴 有补贴的话大概是天然灾害 比如说像是台风 对 这才会有 那当然也是有农会这边都有固定的一笔资金 对 那这种什么好呢 有时候啊 种好的东西大家会抢种 我们常常听说 事实上我自己是农家子弟 我也知道 有时候农会希望你种些什么 但是农民就觉得 不会啊 去年非常好啊 今年应该种多一点 不是更好吗 农会怎么样去把这个观念 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建立 让民众不会种太多了 到时候反而是伤到我们的农民呢 对 其实在很多作物的部分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他就会因为前一年价格 他可能第二年他就会栽种比较多 反而造成惨叠嘛 因为老实讲我们台湾是处于比较浅叠性的经济 少一点的话可能就价格很高 多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产生自销的问题 没错 所以像尤其以我们美容农会来为例来讲的话 我们最近的美容的白玉萝卜 我们都有采用种植登记制度 登记制度 对 怎么样去做管理 对 要买我们的萝卜种子的话 把他们引导到农会来买 农会所准备的萝卜的种子 它面积只有达到一定的面积数以后 我们也没有卖的 各也会告诉农民 你也可能不要再去外面买 那我们不会把这个预警措施告诉农民 让农民不要再盲目的种子这个白玉萝卜 可是如何做到公平 会不会有些纷争啊 我也想种他也想种啊 不会 其实虽然说我们不能强制 其实农民是自主性的 他想要种什么 我也不能说 强制说你不能种 可是因为我们农会负责任 所以比如说我今年预计 推广200公顷的白玉萝卜 那我的种子就准备200公顷 那多出来 如果农民已经种子完了 后面还想要种子的农业 我会告诉他 因为白玉萝卜的种子的时间 非常短暂 而且它的产期非常集中 那我要建议你 种子其他作物 可是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建议 你要在其他地方买种子 那也没关系啊 可是我就不辅导你 我不协助你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而且我们也会告诉他 你在盲目种子下去 产销失衡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协助 其实经过这几年来讲的话 我认为还好 还好 好 我们有一句话说起来比较不好听 不见棺材不掉 例如说没有古剑伤农的话 大家都不会学到教训 一旦开始的时候就很顺利吗 还是其实慢慢的经验累积 大家也对农会的信赖 是日积月累下来的了 对 其实这个是需要一个双方的一个信赖 对 是是 好 那么除了这个稻米 其实因为老农溪是不是有穿过这边 所以这边主要的水源是老农溪吗 对 所以这个水质应该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的稻米也是相当具有它的知名度 对 是 还有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经济作物 像橙蜜香番茄 其实提到番茄 早期大家对番茄 有些人不把它当水果 其实它是把它列为蔬菜 蔬菜嘛 对 好像它的营养价值也挺高的 不过最近大家很喜欢吃番茄 这个怎么样去改造它 这个品种的话 能会是不是有跟相关的单位做一些合作 让它的这个品质又多汁又甜 它的卖相又好 对 针对这个番茄来讲 尤其我们橙蜜香番茄有没有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生生种苗公司 所推展出的一个品种 其实任何一个农村 我认为它就是要找到它适合的地方 来推展 来发展 来种植 是 它有一个好的结果 过其实生生种苗公司 所推展的这个橙蜜香番茄 其实我认为在美农 就找到了它最好的落脚之处 所以在我们美农种植的橙蜜香来讲的话 它所种出来的风味的话 我觉得是最棒的 当然有很多农作物 每个人都会讲说 我这边都是好山还是好水 可是我觉得任何一个作物 都是有它最适合的一个地点 跟气候土壤的综合的一个因素 是 土壤水质 当然栽质的过程当中也很重要 就像有些台商告诉我说 台湾的枫梨酥做出来就是好吃 在中国大陆就做不出来 就是一个气候 还有各方面当然气候也有点关系 好 听到这里我就想请教 大概就是像这种经济价值 比较高的作物 我们要种植的话 我们农会会给农民一些贷款是不是 对 这样很重要 要不然农民会不会 会觉得其实要投入一些成本的话 他可能会算一算 觉得好像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够破例呢 所以这个时候农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怎么样去帮农民获得比较好的收益 比较有确保了 其实现在农民只要愿意从事农业的工作 有没有 而且是从事农业所需要到的资金 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说其实农民要借着 他如果资金短缺 他想要从事农业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找到农会这个窗口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是都不会拒绝 除了他有很特殊的情况 或以前很不好的再信 再信不良 不然的话基本上农民取得资金是OK的 另外一个部分当然农民除了资金以外 还有一个部分是技术 对技术他们可能要精进 你们要协助他们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这几年我们会透过高雄区农业改良厂 或凤山农业实验所 这些部分来提供技术品种的一个协助 让农民在从事农业的生产的过程之中 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协助的部分 所以这个寿性品质这几年也有很大的进步 就是改善了很多 因为大家有收益的话 当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对 不过这个农民的部分 一般人的观念会觉得农民的浮现的脸谱 大概就是上了年纪 我想请教一下 在我们美农从事农业的大概平均年纪多大 其实如果我在美农来讲的话 从事农业的平均年纪应该都超过60岁 超过60岁 对 总干说不很忧心 60岁它的体力上能够负荷 很忧心可是还好的部分就是说 其实这几年 因为我们透过成名香番茄的一个栽种 对 还有一些农业 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资金啊 技术啊 各方面的一个协助 其实我们很可惜 就是我们最近目前最夯的成名香番茄来讲 一般跟做农民都是40岁以下 所以年轻人其实更会精打细算 他觉得这个获利还不错 所以愿意投注 所以年轻农友他愿意回来 愿意投注 所以说其实我们美农这几年的一个农业的一个整个的转型 从一个原本的老农到一些年轻农友 我们所谓的农二代 分分投入到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认为我看到美农一个农业发展的一个未来性跟希望 好 所以成名香番茄照顾会很费工吗 其实第一个基本来讲的话 农业都是不会很轻松的 第二个部分当然采收成名香的话 它当然就需要比较多的一个劳力的部分 当然相对的来讲的话 它在体力各方面的负荷上的部分来讲 会比一般的作物来讲的话 可能会比较重一点点 好 刚才总的事有说 好的品种但是栽种的地方其实也很重要 不过这样说别人会知道吗 为什么你要卖这么贵 卖这么好的价钱 怎么样去 不要说包装 就是说我们种植之后 其实农民很会种 但是就是不会卖东西 怎么样协助农民来行销 其实所有的农产品有没有 产的部分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行销的部分 过来我们会根据我们美农的农产品 做不同的一个行销策略 比喻来讲最大众的稻米来讲 农民除了选择可以缴交政府的工粮以外 我还一定会定立了一个器座保证价格的收购 我们有成立一个稻米产销专业区 我们高于政府工粮收购的价格来给农民 我们就生产我们比如我们所推的高雄147的粮子米 这个部分用比政府更高的价格来给农民收购 那这个行销通路的一个方式就可以确保农民种植稻田的收益 那像比其他我刚才讲的 那我们夏季的时候 我们种植了很多的蔬菜作物 那我刚才讲有长豆短豆大瓜小瓜 这个是属于比较大中型的作物 那比较大中型的作物的话 我就会透过我们农会的共同运销 把它送到我们比如说我们台中市场 台北的第一市场第二市场 这些批发市场它的农位量比较大 所以说对于这些量比较多的大中作物的话 它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会比较好 那像比喻来讲 像我们的成立香番茄来讲的话 我们几乎八九成全部都走载配通路 哇你们自己打通路啊 对因为我刚才讲的 因为年轻的农民回来参加成立香番茄的种植 可是老农他可能不会网路 没错 可是年轻的农民他会利用网路去行销 所以我们成立香番茄的通路又是属于宅配通路 所以我们这边不同的作物 用不同的市场的通路去处理 过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每种产品 走到它适合的一个通路上去 所以现在农民加入的确是带来新的商机 无穷网路 让农民的获利可以说是更好的 刚刚听起来好像一年十二个月 这个土地都被善用 你有农闲的时候吗 有一些农村农闲的时候 农民就在大树下喝茶聊天 感觉也是休养生息 不过就是说 好像在我们美农这个地方 似乎是一年十二个月都是生生不息 又很多产业都被带动起来 这很了不起啊 其实如果老农来讲的话 以目前的四月份来讲的话 是他最农闲的时候 因为他大概在六月的时候 他就要第一期的水稻就要采收了 过第二个部分来讲 针对一些年轻农民回来的时候 他不会只有种植水稻为主 因为那不是属于经济作物 那他会利用这些闲暇之余 他会种植其他的一些 间接性的一个作物 所以在目前来讲 可以算是农村 虽然比较农闲一点点 可是对于年轻农友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会在 比如像现在陈米香番茄采收完了 那他已经来不及种水稻了嘛 那他可能就会在田间 就会兼做种一些 比如说花糊瓜跟糊瓜 或我们的长江洞 这些比较属于短期性的作物 来做一个调配 那么除了务农的辛苦 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之外 好像这边也可以让 有休闲产业融进去 这又怎么样去创意发想的 其实我们农会的一个 整个农业的一个布局 像我们很早期以前 我们就成立稻民产销专业区 希望能够把农民种植 最多的面积的作物 能够让他们把它照顾好 所以我们才成立 稻民产销专业区 那接下去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种植稻民的话 其实它力量是非常薄的 是的 所以我们又针对我们美农的 一个非常棒的产业 叫木瓜 我们美农种植的木瓜来讲 在台北市场 大概三箱木瓜里面 大概有一箱就是美农的 这么有名 所以说这个木瓜来讲的话 因为木瓜属于经济果树作物 种植木瓜的农友的 获利性会比较高 是 所以我们也在推广成立的 一个木瓜的生产专区 哦 对 所以我们除了稻民产业 能够维持美农最大面积的种植 过程里的木瓜专区 我们后来也因为 我们国内的杂粮作物 是 明显的生产不足 所以我们也在美农的南农地区 生产了一个 成立一个经营专区 就是以我们的杂粮作物为主体 那借以成立专区来的话 提高农民的收益 那当然最后面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那我们美农 因为我们有十大观光小城 有很多的美名在外面 是 那我们渐渐的 我们也在这两年 成立的休闲农业专区 哦 农业专区 对 休闲农业的部分来讲的话 那当然打头阵的就是我们的白玉萝卜 因为我们白玉萝卜 非常适合做农业的体验 旅游 那接下去 陈面香番茄的柴果的体验也都是 所以其实美农的农业在转型 那在转型的过程之中 我们目前是把这个休闲农业的部分 当做我们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发展的 一个所要的一个任务 对 所以在美农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一年12个月呢 都是非常忙碌的 当然也有休闲融入自己的好干事呢 就是一个富丽农村的模样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美农农会总管事 钟清辉来跟我们谈谈 怎么样呢 善用这些资金在农会 不管是提供贷款 或者是给予一些天然灾害的受损的损失 最主要是创造更多资金 来让农民能够活化整个农村土地 好 非常谢谢我们周总干事 感谢您 谢谢 拜拜